你一定听说过服装业巨头Zara 但你知道Zara之父奥特加吗 他出身贫寒 父亲是铁道工人 母亲是一名佣人 穷二代奥特加13岁 便到了一家裁缝铺当学徒 可谁能想到 就是这样一个穷裁缝 缔造了Zara的商业帝国 并连续数年 蝉联福布斯全球富豪榜Top5 纵观富豪榜的前几名 绝大部分都来自于IT 互联网等新兴行业 而奥特加却来自最传统的服装业 他是如何通过卖衣服 积累千亿身家的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管理学教授 兼中欧Global EMBA课程主任 尼克斯为你揭秘 Zara最大的杀手点就是快 首先在服装行业 从设计采购到生产整个过程 通常要经历6到9个月的时间 单是设计的环节就要花费两三个月 而Zara完成这个流程只需要两个星期 拿物流来举例 Zara选择空运而不是传统的航运 这样可以保证产品迅速到达店面 从西班牙工厂到达世界各地 仅需36至72小时 也就是说你此刻穿在身上的Zara 或许36小时前还在西班牙 另外Zara通过大数据 将从门店里采集到的顾客的反馈信息 及时传送给总部的设计师 设计师则依据顾客的反馈 迅速做出顺应市场的改变 快速反应机制为Zara带来了大量的资金 那些经常公固门店的顾客 既是Zara的银行 他们的现金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公司总部 杀手锏二 不比成本 比灵活 让我们再来看一件反传统的事 一般服装企业的毛利会比较高 但通常净利润都很少 钱都到哪里去了 因为通常企业在做市场预测时 要考虑到供需平衡 当预测大于需求时 产品过剩 最终存货就会以打折方式来处理 而当预测小于需求时 又会损失销售额 企业需要在这两者之间做平衡 而大部分企业 总是会比市场需求多生产一些产品 但Zara却不考虑这些 每个产品都以小批量的方式生产 所以它的存货极少 它总是不断地进入新的设计周期 甚至可以做到一周两次新货上架 让顾客频繁地光顾门店 降低预测与实际需求之间的差距 谁说企业必须靠低成本竞争 Zara物流上 它选择空运而不是航运 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另外Zara49%的供应商 都来自欧洲 而非东南亚等人力成本较低的国家 Zara为什么不按常规出牌 如此高的运营成本 又如何赚钱 由于极大的缩短了供应链流程 以及对市场反应迅速 Zara的存货非常少 其次它用在广告上的费用特别低 只有销售额的0.3% 而这个行业的平均数字是3%至4% 从运营管理的角度来看 企业的竞争力往往从四个方面考虑 成本 质量 速度 和灵活度 而Zara的成功给我们最大的启发是 不是所有的公司都需要通过低成本去竞争 Zara就选择了比拼速度和灵活度 在过去 中国制造靠的是低成本 而随着中国人力成本逐渐上升 人口红利渐渐消失时 中国企业也可以考虑 从另外三个方面去提升竞争优势 而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的人力成本虽然在上升 但中国市场的需求也在上升 国内的市场越来越火爆 从made in channel到made for channel 中国企业应该适时做这样一个转变了 原因很简单 当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 人们通常会忽略运营管理 更加注重去开拓市场 但当经济下行时 人们会更关注如何提升效率 降低成本 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不断调整策略 以及优化自己的流程 此时对于中国企业来说 运营管理将变得更加重要